不停跟大家讲大妈春的故事 这些朋友说,哇,喂,大佬啊,刘先生 由早到晚都是大妈春闷闷点,可不可以找些新鲜? 今天是新鲜 今天这个是超级大妈春的故事 这么厉害? 其实应该用这个,烧白大妈春 应该是超级咸白,比较合理点 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 比 咸白和大妈春 为什么呢? 是关乎一个 73岁的 老人家,老男人 同一个 23岁 即是相隔50年的 少女 婚姻的一个 过程 有什么有趣? 这个大妈春呢 都是七十多岁和四十多岁 那么 差都是30岁左右 这个差够50岁 即是一个 73岁的 老爸爸 同一位 23岁的 亚洲小姐 怎样去相识 结婚 真是很精彩 首先要说一说 很多人都说 现在什么世界 什么年代 还说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阶级 什么肤色 什么 什么教育制度 都OK 有爱 我们就能够走在一起 是不是 所以已经超越了什么 大家说的什么年龄 国籍 性别 甚至乎 什么都可以 现在大家 相爱就在一起 是不是 爱得自由 爱得平等 大家不要再用这些续细的眼光去看 就是 爱情这样 这么老套 是的 是的 好像今天的主角 我们说的其中一个主角 叫April Butler April Butler 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 都OK的 在加拿大做一个制片人 他就是 整天都是做制作 做创作 这样的东西 很喜欢发掘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这样的东西 那么 他的资料在世界上有充满 很有趣 很有趣的故事 什么奇妙的事都有 所以他喜欢做一个创作人 亦都喜欢做一个制作人 那么 这个世界会因为这样 很美丽了 因为他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那么 但是 很难去接受到就是 有一天 他的爸爸 73岁的爸爸 告诉你 他要再结婚 73岁的爸爸说要再结婚 而 他未来的妈妈 就是一个23岁的 亚洲 亚裔妙宁的少女 哇 真是夸张 当然 在这个 加拿大人的 一声 脑子里面 就炸开了 有什么搞错 诈骗 他一听到这个说话 一定是诈骗 有什么搞错 一个23岁的女孩 会喜欢一个这样的老头 怎么搞错 而且一个问题就是 他老头也是没什么钱 有什么理由呢 一定是要贪 他有这个加拿大籍 又或者他还有 少少钱 这些东西 一定是这样 于是他就决定了 不要搞 终于要 要将这个 揭发出来 于是他就说 既然爸爸被人骗了 我就要跟他过去 去菲律宾 去探索一下这件事 把整个过程拍出来 做一个纪录片 就可以知道 这个加拿大老人 是怎样被这些亚洲少女骗 于是2013年 April April Butler 这个女製片人 跟着那个已经退休的一个 即是 73岁的 就跟他一起去菲律宾 首先要讲一讲 其实他们两个是怎样的认识呢 原来 你知道加拿大老人家 就是 即是 退休了 七十几岁 还别人的子女不理他 那又怎样 那又经常在网上 搞这些搞的 又退休金 洗完又有 洗完又有 就算了 就省点洗 就去玩一下 有什么好玩 玩互联网 互联网 什么也有 周围也有 识人 聊天 什么 那 他就在一个跨国的 分乱网站里面 就认识了一个 亚洲的少女 你知道 在这些互联网里面 你到处都有 不同 我想他有些讯息 就知道 我们在英国 我经常都淡出来的 现在少一点看 没有时间看 依然看很多英国的新闻 就会 淡出来 当然 因为他搜索到我是几岁的 他知道 找找找 有些 40岁左右的女人 对不对 你想不想 去纪念一下 知识这些 很多这些网站 但是那些就是 纪念的 不同的这些 这些是 分乱网站 就是给你和他 认识一些 亚洲少女 过来拍拖 他们两个人就在网络线上 就认识了 于是 就好像情侣 每天拍拖 聊天 对一个老人家 七十多岁 很开心 多久没有这些 就是讲一下他的生活 讲一下你那方面的生活 大家会有一些 有趣的聊天 于是很容易投契 再加上老人家有空 于是一直聊天 大家认识了 到最后就说要 拍拖要结婚 那你 于是不是了 他就想着 既然有这些骗婚的情况 我当然要去 去 去看一下这件事 原来呢 首先就是他爸爸在网络上 认识了 这一个 菲律宾的女孩 接着他就直接 坐飞机 两个人已经 在网上 网戀 网上kissing 不知道 有没有网上sexy 这些 接着他就 直接 坐飞机 去菲律宾 去找这个女孩 接着呢 相处了一段时间 就决定了结婚 即 爸爸不是在网络上 聊一聊 他直接飞去菲律宾 是有见过 有拍拖 有生活过 一切 才宣布订婚 接着才说要去结婚 于是 这个 April Butler 才说 我不如去 看你的婚姻 于是去 参观 其实他就想 一方面就拍了这个故事 就警告 西人 你看看以后 你被这些 菲律宾的女孩 或者亚洲的女孩 骗 看他如何骗 这些老人家 多死蠢 接着又可以 顺便 帮一下 他爸爸 谁知道 去到之后 他才发觉 原来 蠢的是他 他自己 原来是 他才不懂 他才 完全错误 为什么呢 听起来的故事 那么 大家会看到这些 图片一路出来的 那就 有一些视频 我就拍了下去 因为 他后来把这个故事 拍了这个 剩片 我就找我太太 一路帮我 放些什么 那些图片 我自己都尽量 就是 加一些视频 希望大家会觉得 比较精彩 好了 那么 当这个 April Butler 就 去到这个 菲律宾之后 他看到 咦 好棒啊 阳光与海滩 你知道 就是 加拿大这些 都是冬天 不是那么多阳光与海滩 亚洲地方会令到他很舒服 那么 就一起去到他爸爸 就是跟那个 他将会成为他妈妈 的这个叫 Gir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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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时候 他自己当然 二十多岁 这个小孩 一个 但是 他是他的妈妈 这样 于是看到 他很小 真的 他个性 就很开朗 那么 在留意到他爸爸和Girny的生活里面 就发觉 Girny的小孩 这个菲律宾小孩 是照顾得他爸爸很好 而且 当然亚洲人 他说他煮了一手好的料理 你还没见过中国人 这个 这个 Buller 中国人更厉害很多 这些菲律宾人 相对中国人 真是两回事 但是当然 他们都吃了三文治 牛扒 这样的东西 来到亚洲 就死了 对不对 这个菲律宾的 Girny 当然 已经煮得很好菜 等到这个 Buller 这个 April 这个制片人 已经 哇 这个女孩 真的不行了 挺好的 好了 当然 April是一个制片人 他也会比较聪明 于是慢慢慢慢 等 觉得很接受 等这个Girny 觉得 我很接受你的 让你没有防备 于是 留意一下 你 这个女孩 探听一下风声 没有什么的 无所谓 因为 他有些钱 当然 对加拿大人来说 他拿这个 援助金有多少 退休援助金 但是当然 有一件事就是 有加拿大的绿卡 即是 那女孩 可以来到加拿大住 有这样的条件 于是 当然 于是 要捕捉这个女孩的事情 我印证他的说法 于是 April 这个制片人 有一天 跟Girny 说不如我和你一齐 和我爸爸 回去你的老家 看看 因为他要娶你 也要认识一下你的家人 不知道你是什么家人 所以 咸白 都是这样 我去过 港西 明明是去港西的 他说 见他 姐姐 他现在不认了 不要管他 然后 他就 去 那个 Girny的家乡 果然 你一去到 哈哈 清楚了 Girny的家里 就很贫困 一家人 就是生活在 菲律宾的 那些乡下 从小的 Girny 都是跟他自己的兄弟姊妹 住在一间房子 很小的生活 这个 制片人 就问 Girny的父母 喂 你这个女儿 还很小 为什么你会 跟一个这么老的 男人 结婚 他说一开始的时候 他都不喜欢 教过这么老的 那个男人 内力不明 对方有 但是直接见到 这个男人之后 他就觉得 都OK 就同意了 真的很简单 当然 对这个制片人 April 来说 是很难去理解 大佬 就是 爸爸只能拿一个 很微薄的 政府的退休金 老人金 怎样可以吸引到 这个23岁的 这个小女孩 终于 他就 找到机会 就跟 Girny 单独聊天 哈 才发觉了 大件事 什么事 原来 他老爸 有些事情 没有告诉他 什么呢 真真正正受骗的 不是他老爸 是这个 Girny 厉不厉害 是 23岁的Girny 是受骗的 怎么受骗呢 原来 他老爸一直在 那个 网络里面 就说他是 亿万富翁 你记住 不是千万 是亿万富翁 而且加拿大有 很多物业 很有钱 不知道怎么会影人家 你拿屋 就说是自己 他说我想带 Girny 你去加拿大 你就是 很有钱的人 这样的 他经常都说自己很有钱 就是 生活就是一个 很窮困的 这些 菲律宾家庭 突然间有机会自己变成了一个有钱人 当然很开心 这一件事 这一件事 是诱惑到 Girny 很坚定 就要 跟这个 老男人 而且还要 想办法 跟他生儿 育女 因为 你很有钱 以后那些子女 就很好 生活得 哇 突然间 这个制片人 就是那个女儿 April 就说 糟了 原来 反过了 骗局 就不是 这个 二十多岁的 小孩 去骗 那个老人家 这个73岁的 就是他自己的老爸 而是这个73岁的老爸的 壞人 是欺骗那个Girny 哇 大件事 他是处心 积累的 欺骗他的 那么 那个爸爸 问他爸爸 为什么这样 他爸爸说 是啊 这个女儿 很单纯的 他到现在 从来未试过 跟自己拿一毛钱 他说 他呢 但是他自己会主动 每个月 寄650元加币 给这个 Girny 还是有钱 但是因为 这件事 我又不清楚 菲律宾的 生活费 但是我相信 650元加币 对一个 农村 或者这些 女儿来说 都是一个 不错的情况 而且都给了他 于是 他就是 有生活费 和学费 因为他还在学 他有生活费 和学费 你知道 家里 负担不了你 如果你要改变自己的生命 生活费和学费 你就要在你自己找 所以 Girny 透过这个 男朋友 即将成为的 未婚夫 他就有 650元加币 每个月 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对这个老男人来说 可以 650元 他就顶得住 又有加拿大政府 我不知道加拿大的退口金是多少 大家要告诉我 老人家是不是 七十多岁 会多拿一些 不懂 所以 他能够养到这个关系 好了 在这个 资品人的 April的眼里 就是 根本整个所谓的爱情故事 就是建立在 他爸爸的 方言上 所以根本两个人 是不应该结婚的 不会有好下场 为什么呢 当这件事 假的 方位一爆出来 那女孩会很 很失望 就会离开他 而且最惨的 那女孩很可怜 他很想告诉那女孩 Girley 我爸爸是欺骗你的 你不要再 再 被他哄了 怎样怎样 但是 当 分歧临近的时候 这个 April也找不到机会 他爸爸经常抱着Girley 他没有办法跟他说 这些真话 就 已经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 那个爸爸就说 我们要去香港 啊 无端端去香港 那就是 一声就去了香港 两个人 他唯有跟着他 原来 原来他要去香港 和这个女孩 正式结婚 去到香港之后 他就明白 为什么 要无端端 走去香港 结婚呢 原来 但是呢 他后来才能明白到 就是 就是 这个的 就是 重要的 但是 暂时不说 当然他很不明白 不理解 为什么要走 所以 于是 没办法 他说要去香港 你便要跟着他 那又如何 是不是 那 终于 在结婚之前 这一个 April 这个制片人 终于抓住了 那个girley 有机会跟他说 就 告诉他 他的爸爸 即是这个 他的未来老公 并不是富翁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退休老人 很窮的 你不要想着他会给你 富贵荣 你要想清楚 这个打击 很厉害 果然 那个女子girley 一声就 崩潰了 死了 人生的规划全部 没有了 原本是想着 第二个子女 很开心 很有钱 怎样怎样 没有了 你知道如果是亿万富翁 那些钱留乱给我 我又不懂 那些子女 其实挺有型的 变成了加拿大人 又有钱 又有子女 很漂亮 很开心 是不是 哈哈 怎知道 砰 没有了 那应该 玩完啦 故事 不是 不是 哭了一年之后 明天 在这个 婚姻登记处 这个girley 照样出现 他决定 继续要嫁给他老爸 喝口水 让大家好好笑 这个女孩 其实也想通了 虽然他不是 亿万富翁 但是他仍然是可以将自己 带来了这个 极度贫困的 菲律宾 地方 所以 又或者是 他都支撑到自己的生活 那 他就愿意 这个最重要 他愿意 我愿意 这样 他还是要决定要嫁给这个 73岁的老男人 那 终于有一次 这个 Abru 就看到一个秘密 就是什么 终于知道 为什么 他们要来香港 为什么 原来这个girley的 passport 看到 他并不是23岁 他是17岁 哇 厉害 原来是17岁 是17岁的 他的小女孩 嫁给一个 73岁的老男人 不是23岁 他爸爸都不好意思 说 于是 就说到他23岁 大小小 但原来菲律宾 就说 一个 17岁的 这个 还是一个高中生 所以 不能够 就这样 结婚 登记结婚 大一点 于是 就 要18岁才行 于是 他们要过来香港 香港 17岁 有这个 父母见证 就可以结婚 他老爸老母 OK 带他过来 他肯签 他就OK 就可以结婚 于是 他老爸老母 就在 结婚 同意书 簽了 这17岁的 就嫁了 73岁的 这个 Apple的 爸爸 中诸 原来两个人 差了 60岁 你所谓 大妈春 和鹹伯 都差得很远 你们两件 就差了 30年 人家差了60年 是你一倍 厉不厉害 所以 大妈春 排在很远 真是 这个厉害 所以我都说 大家要留意 未来的大妈春 将会是 年龄一路一路地降低 因为 就是 再是我们这代 我们不会要 大妈这样的 当然 大妈这样的年龄 都可以保持自己 可以好 就会是这些人 才可以有资格 在市场上 运作 所以大家 极度要小心 结果 Girley 在父母见证之下 簽名之下 就嫁了给 73岁的 男人 注册成功了 充满 谎言 欺诈的婚姻 结果 都得到法律的承认 这部 就是 原本是描述 老人家 怎样被 这个 年轻人 去 骗 变了 反过来 这个年轻人 怎样被老人家 骗婚 好吗 就被这样的 纪录片 但是 这个 Butter 还是 很不理解的 为什么 就是 那个 Girley 那个 就是 爸爸妈妈 会被一个 未成年的 小孩 嫁给一个 70多岁的 加拿大的 老男人 就是 就是 而为什么 老爸又去挑战 这个法律 和 伦理的底线 就跟一个 未成年 因为你知道 在外国来说 就未成年了 这个很糟糕 但是当然 他不回去加拿大 你就先在菲律宾 那就没问题了 当拍拖 不知道你吹到我吹到什么 结婚 就在香港结婚 已经是夫妻了 夫妻当然在一起了 于是 他只要不回到加拿大 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你就吹不吹帐 等你大一点 然后18岁 就过去加拿大 诸如此类 那你就 就可以了 我不止加拿大 18岁 21岁 不懂 好了 令到 更加难 接受 为什么 这个爸爸 都70多岁 明知 Girley 未成年 17岁 跟他发生性行为 还要跟着 还要 注册结婚 因为 看 外国人 他觉得 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女 你一定是欺骗他的 因为 就算他什么决定 都是不对的 因为他未成年 对不对 你要欺骗那个 中学生 怎么搞错 你70多岁 大哥 他想通了没有 或者他有没有这样的 他根本没有法定的能力 去 说他是成熟 去想通 但是这里 他就想通了一件事 怪不得他爸爸 每个月 寄一些 生活费给 Girley 因为为什么 他需要的钱 是用来 交学费 才可以 继续读书 所以他还是一个学生 所以就解得通了 这些 算是很诡异的 婚姻 但是 其他人 所有人都承认 你没办法 你只有你这个女儿 那么 终于就一起 回到 去菲律宾 那样 那样 他爸爸好像当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那个 那个 April Bullard April Brother 那个老男人 73岁 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然后呢 我们已经结婚了 就可以于是 似乎如常跟Girley 那样 一起生活 还送他上学 你 就是 需要买些什么 我帮你买 那样的东西 死了 孙女 那样 不是女 那 那 终于整个 影片的主题 就变了 终于 这一个 就是 Bullard 就 捉住他老爸 忍不住 就问他老爸 你干嘛 要在Girley的年龄 说大话 就明明他只有17岁 你就说他23岁 为什么 他爸爸就说 无辜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Girley自己 他自己说他26岁 然后他又说自己22岁 那就 都在拍拖了 拍着拍着拍着 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才知道他原来17岁 这也有可能 合理的 为什么呢 那些女孩很小 就想脱离 他很贫困的生活 在网上 认识一些 不同的男人 你对我有兴趣 这就有机会了 那不然 有些人就被人 卖去不同地方 做妓女 这些 找到一个老人家 那反而 就是嫁给他 就不会是 变成了出去做接客 那样 被人控制 那样 因为东欧 那样 都听过很多 很穷的 很多记录片都说过 很穷的那些女孩 就是 是那些老爸老母都不想 但是问题就是 很多 就算救回来 他最后就 又出回来的 因为 太穷了 生活 很艰难 饭都没饭吃 那 出去 反而看到的东西 很风光的 喝酒 是不是 有些有钱人 那样 那于是 生活不同 你还 那里有得博 这里是 死硬 没得博 所以 有这些事情 出现 那 尤其是 这些老男人 老实 你自己的条件 你是这么穷 那你怎么找回 就是你找来找去 都是那些穷人的 帮不了你自己的 你不会 你自己的生活有改变 但是这个老男人就不同 就是这个老男人 可能有机会 带了去加拿大 他去了加拿大的时候 他就享受加拿大的生活 那当然 以他的钱来说 在菲律宾 他可以生活得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也是一个帮助 但是他起码 他自己 如果真的有BB的话 他就可以带个BB 去加拿大 所以呢 这件事是 他可以 摆脱了 他现在这些 这么 就是这么贫困的生活 这个都是要大家要理解的 那 就没办法了 那终于 两个人 他说他都不知道了 那女孩多少岁 那老爸爸来到 菲律宾一段时间 都跟他同居了几个月 那就没事了 都同居了一段长时间 于是乎 有了恋爱 就继续走进去 结婚那里 他说他觉得 有什么东西 他没有东西 他年轻一点 和大一点 就等多两年 他大了 大家都会觉得 一样 我七十五 七十六岁 他就是 十几二十岁 那时候 就差不多了 他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但当然 作为这个 制宴人的 那个女儿 Apple Butler 就很生气 为什么 他始终是一个 未成年的少女 他就不停 跟他老爸说 你快点 就陷阱了 你现在的错误 就是趁现在呢 那些 就是说 那个手续 不是完全清晰了 就叫他老爸老母 就接回女儿走啦 让他在你的生活里面 彻底消失 那就好了 就是不要再错下去了 怎么知道 那个老爸呢 就完全没有反应了 他说 我不同意离婚啊 是不是 他说 某种意义 你是对的 就是他是太小 但是我做不到 当然啦 大哥 他抱着个十七岁 是不是 十七岁 一个七十三岁 抱着个十七岁 打死他 也不肯放手 是不是 而且一个女儿 又想跟他 何乐而不为 他 老人的退休金 一定得到的 不会得不到 是不是 既然我是 老人家 不是亿万富豪 你都肯跟 我就继续下去了 于是乎 听到这个老爸说 不肯离婚 他当然很生气了 这个April 因为对外国人来说 这些真的是 很贱价的 别人现在是个小女孩 十七岁 他就 奪门而去 就 离开了菲律宾 回到加拿大 没理到这场什么 然后他还要在菲律宾 搞婚礼 什么的 慶祝啊 和亲友 什么的 结婚了 还没去搞婚礼 什么的 这个闹剧终于 用这个形式 就叫做 收场 那么 就是 看看April的立场 看这个女製片 就会想 有没有搞错啊 怎么一个 就是 原本在他的国家里面 就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一个很好的老男人来的 就是你知道 我们平时看到很多不同的退后人士 在那里 他就是说话 很悠闲啊 很好啊 怎样怎样 完全都是一个平和的男人来的 啊怎么知道他就去 newest 他就黏了一線,變成17歲正啊 那些真靈的面孔,看到這些小女孩就這樣遮掩 總之我遮掩了,我不肯放手 變成這樣 所以他就 但又束手無策,沒辦法去改變 所以有了,有了這個鬧劇繼續演下去,他不理了,就先走 那麼 他總結告訴大家,這場是沒有辦法 是一個雙方互相去各自欺騙對方,各有所圖的 一個老男人,當然是很棒的,有一個年輕人在這裡 又能夠服侍到我,對不對 我在性上,在生活上,都可以得到一個質素的徹底提升 就不會像加拿大那樣等死的路人家 反過來,這個女孩就是,我隨時可以離開了菲律賓這個困局 而且就算現在在這裡,我也是一個中常的生活方式 拿著加拿大那些小小的徹底,何樂而不為 那這個男人覺得,我最後都人生這段時間了 那我豁出去吧,有什麼所謂的 我都不怕,他可以對付到我什麼 那究竟誰騙誰呢,誰錯呢,大家都不知道 那終於他們在這個婚姻那裡搞定了 那甚至乎計劃了去印尼的巴里島,還要盜蜜月 但是結果呢,那個計劃好的去印尼的杜蜜月呢 就只有那個73歲的老人家 就是巴里島的父親的父親就去了 那這個17歲的女孩是不能去的 就是去不了的,為什麼呢,我原來呢 就因為他報導這件事 就是那個April,April Butler就報導這件事 就令到菲律賓政府知道了 於是乎就發出了警告 就是這個Girley一定要需要滿了18歲 才可以跟一個陌生的男人 離開國家去旅行 好笑嗎 因為上次不是,上次是跟他爸爸媽媽一起去的 這次是杜蜜月,不是跟爸爸媽媽一起去的 不行,這個陌生男人不准去的事情 但是因為是報導了嘛 所以只有巴里島的父親 七十多歲的男人一個人就去巴里島 於是乎 這個April Butler就馬上飛到巴里島 再去捉著他爸爸 就跟他說要勸他 就放手 喂,這個女孩真的十七歲而已 你不要搞人家了 結果是怎樣 結果呢 是這個 製片人,April 他自小就覺得爸爸是一個證人 是一個紳士來的 是一個紳士來的 一聲他就撕下了他的面具 他說 這個世界有很多很多很多 這些girlie 的年輕女 就嫁了給我這些老頭 他說你不去搞其他人 你為什麼搞我的幸福 你為什麼搞我的當壇 很多人的,你別去找他們 你搞他們啊 他說你只是想做好你的紀錄片 做到很厲害 但是你知不知道這樣會傷害了我 傷害了 其他人的幸福 你的影片很成功 但是你會傷害了人的幸福 因為他爸爸現在很幸福 那個girlie又覺得自己很幸福 你搞來搞去搞什麼 只顧著你自己的影片 他終於是兩父女就罵了 他發覺這個紀錄片的人 為什麼我一個 我至少印象是這麼好的 一個爸爸這麼謙信的 謙謙君子 突然間來到東南亞 就徹底變成一個琴獸 就去把這些小孩捏食 那樣的東西 結果 當然 那個爸爸也很生氣 為什麼呢 其實是透過這個 這個紀錄片人 菲律賓的政府才知道這件事 就阻止他們去 動物園 如果不是那個爸爸有一個很愉快的 去印尼動物園的過程 現在只有一個人 我咬咬咬的 幾個人 從頭到尾 他爸爸就表現到 我從來都沒有做錯什麼事 各有所需 他喜歡我我喜歡他 就行了 這是愛情故事 最後 結果整個故事就是 爸爸就騙個小女孩 說自己是億萬富翁 他騙婚成功 而這個女孩真的 跟他結婚 反而這個紀錄片人 就跟他爸爸反目 承受 慘淡收場 這個就是這個紀錄片人 April Butler 是沒有想過的東西 是不是搞錯 但是他最後就說 很肯定 大家不用太擔心 類似的故事 千千萬萬 不斷地發生 在不同的人的故事 就好像大媽春的故事 不斷地千千萬萬發生 在人類的身上 我就聽完這個故事 看完這個故事後 我就會覺得很驚訝 因為 發現鹹白 原來都不是很厲害 原來你喜歡一個 四十多歲的大媽春 人家十七歲的 這些真是 薄薄脆到 脆到很厲害的 那麼 即 相差六十年 是真的厲害很多的 很老實 那樣東西 你真的要 很厲害地接受 那麼 當然其中一個關鍵詞 很簡單 不用看什麼 就是一個窮字 窮 你看到那個老人家其實是沒有錢的 但是 那些的養老金已經足以吸引到這個年輕人 是願意跟他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 菲律賓是這樣 多麼窮 窮 窮呢 其實他的目標就是想扭轉自己的命運 因為在菲律賓有無千無萬 好像他那樣的 你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當然我們看到有很多人 出去做菲律賓工人 做得辛苦 亦都有一些人呢 就是去做妓女 那 就是 人人都有 那這個女孩子 他的選擇的路 因為呢 他所選擇的路不多 因為他們要 改變命運 是不容易的 那麼他終於選擇了 在網上 聊天 然後認識了一個這樣的老男人 我想那個老男人都不會說自己七十多歲 可能說自己五六十歲 隱瞞一點 就是劉定堅扮五十多歲 OK的 差一點 那麼 那個女孩子又扮大一點 那麼大家就近一點 就是我五十多 你二十多 就像一點 誰知原來你是 六十多 他就是十多 這樣的 那麼 所以這一種這樣的 情況 就是 現實是不斷發生 但是如果你 你上天的命運 是安排在這個情況 那都很難改變 你要改變命運 其實你就要付出 好了 那麼 但是我怎麼都會認為 這個都算是愛情故事 就是 那個女生的男生都有各自為他付出的 雖然年紀是相差很遠 但是呢 相對大媽春來說 就是這個故事就比較乾淨很多 因為裡面沒有那麼多什麼 就是有有欺騙 是不會太誇張 後來那個女生也知道 就是欺詐 以餓噁詐 虛偽 就是這些 色友 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 我覺得大媽春的故事 這麼難受 就是因為 是大媽春這個人物 這個 菲律賓的女生 沒有那麼重要 那麼 但是我自己又有另外一個角度看 為什麼會有這些故事發生 以前沒有的 為什麼有 就是因為有互聯網 互聯網是什麼 就是科技 全新的科技是徹底改變人家的生活 一個亞洲17歲的女生可以 跟一個70多歲的老男人發展愛情故事 是因為科技網絡 出現 這樣就有了 以前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男人會這樣衝動 飛去菲律賓 去見這個 他自己的女朋友 然後娶了老公 老婆 你想想 這些是完全 科技的結合 這樣 那麼 現在每一天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新科技出現 即是我們 了解這些chips 互聯網 都未是 理解到很多軟件都要拿來做 我也心裡在學習 突然間 就出來說 AI來了 以後已經有一個人 Eon Mask 一個人起碼有兩個機械人 給你服事了 你拿東西 收拾東西 都做了 煮飯了 他都做了 真的不用結婚了 老實 有了 有機械人服事你 即是現在都說要老婆服事你 做下這件事 現在不用了 機械人都做了 所以你根本 你連去 去理解 去看 閱讀的時間都沒有 但是他又不斷來的 那些新的科技的產品 不斷不斷湧下來 所以我有做YouTuber的時候 我都看到 為什麼那些人 有很多東西都不做 很忙的 因為現在 你很多東西要去學 很多東西要去理解 真的要理解 要看 要去學 不容易 所以 為什麼那些人都是 很忙 很忙 真的忙到死 但是問題是 你忙是你一件事 新科技的產品 是會徹底扭轉了我們的生活 你不去學的話 你就跟不上 就死得了 所以 現在 你多忙都好 都一定要去學 不學就不行 是不是 又或者 這樣說 學少一點都不行 所以 劉定堅 又要去學習 怎麼搞新的軟件 系統 等等 不然 不然就不可以把畫面做得漂亮一點 做多一點效果 等等 一定要 繼續去把所有的東西做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新科技 令到人的生活 改變了 包括這些 七十多歲 和十七歲的 都可以結合 你有什麼意見 你對於這個故事 都是挺有趣的 我放了很多畫面 和這些 圖片 希望你會喜歡 記住 如果你 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記得留下 有趣的 讓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好嗎 OK 多謝你 點贊和訂閱 拜拜